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线路OK 好 希望今天小U的线路可以一直都这样顺畅 今天我们依然是这样的碰面 碰面的碰面 是啊 都不懂什么时候才可以真正见到面 真的真的 很感谢我们的一些粉丝 一些听众群 他们每个时段 固定的时段都守着我们一起 在9点钟的时候 聊更多关于到穷物的点滴 但是今天不只有我跟小U两个人 在为大家主持 讲解更多穷物的关 一些点滴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嘉宾 小U有没有 有一个我觉得 大家可以问很多问题的嘉宾 这样小U 我问回你先 这样子我们两个都是属于有养穷物的人 但你其实你自己本身来讲 你对你的穷物其实了解 了解 OK吧 OK吧 如果是打分10分来讲的话 你对你狗狗了解多少分 9分 9分 哇挺高的 这样子还有嘉宾来做什么 就我们两个就好了 人家是专业 是 我们是业位移的 我们是用心跟心 那边交流的 人家是专业的 那今天我们请了一个 专业的一个宠物 好 我不能这样草率的介绍 我必须已经整理了一篇文 一篇短短的文稿来我介绍 因为我必须要 把他的专业全部 跟大家分享 OK 这个特别嘉宾 这样子讲了 金银面子书 Dog Talk with Vicky 阿银 讲稿跟阿银 是教导狗狗行为课程师的 专业导师 为许多爱狗的人 解决了狗狗的行为问题 他本身拥有 英国专业认证的 全知营养文凭 同时也在无数 同时也上了无数狗狗的按摩课程 影视课程及行为课程 是一位专业丰富的犬指导师 他本身有领养的两只狗狗 一只是从小养到大 另外一只是成犬才领养的 2019年 他开始经营住家室的技术服务 照顾过不同年龄阶层的狗狗 有四个月 最小是四个月的幼犬 最大是14岁的乐龄犬 他也有救过不少的流量狗 至今已经救过超过100只狼狼 除了他帮狼狼找到领养的家庭之外 遇上一些皮肤病的问题 或者是癌症的问题 这些可怜的狗狗 他也尽力帮我们找回健康 OK 因此一只狗狗快乐吗 有什么行为上的问题 他都了如指掌 小悠 他是满分的专业狗狗指导师 你这个9分的应该赞好没谁了 好了 我们今天要 真的是非常荣幸邀请我们 这个特别的专业嘉宾 Vicky阿妍 前来成为我们的分享师 Hello 大家晚上好 主持人好 Hello Vicky你好 Vicky谢谢你这个时间抽空 跟我们iLifeful的观众和听众们 分享你的各个方面的领域的经验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没有啦 其实讲到阿盈 对于阿盈来讲 其实我只能讲 陌生又熟悉 陌生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面 这是我们第一次同框连线的一个见面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熟悉呢 其实阿盈平时有拍了很多不同的影片 她是个YouTube 分享不同 就是关于到宠物的一些视频 所以对于这号人物 我觉得我是熟悉的 小悠你有见过她的视频吗 有啊 我有看过她的视频 然后看过她的狗狗叫辛巴 那个超超 哦 像小悠你也是粉丝之一哦 对啊 大家都是养狗的好不好 当然是会互相关注啊 真的真的 阿盈可能 阿盈你叫阿Vicky 你希望我叫你 那些观众们希望 他们叫你Vicky 还是叫你阿盈啊 其实阿盈是我家人叫我的名字 那我家人其实是跟我讲广东话的 所以叫我阿盈的人是跟我讲广东话的 叫Vicky的人是讲华语的 好啦好啦 不管阿盈或者是Vicky 她都是你啦 对对对 当然 OK Vicky 可能你可以简单一下 自我介绍可能你自己的 自己的专业的background这样子吗 嗯 可以啊 哈喽 我叫Vicky 然后我自己本身有养了两只狗狗 一只叫辛巴 一只叫娜娜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狗狗 的情况 所以我有去上了很多课程 然后一开始的一些课程是 就是比较像workshop这样子的 就不是专业文凭的啦 然后后来我才有去考了这个 全自营养 然后其实我现在还在考另外一个 diploma啦 那个就是holistic health的 就是关于照顾狗狗 除了去看医生 除了吃药以外 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我有教狗狗课程 然后主要是教导主人怎么样去照顾他们 然后令到狗狗可以健康跟快乐 因为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养狗的主人 最希望达到的愿望啦 嗯 这是真的 其实为什么你会 你会一直不断的去进修 就是你是不是当中遇到什么问题 还是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说 嗯 我有那个必要去学习更多了解更多 然后来帮忙自己的狗狗 嗯 其实我家里本身是一直都有养狗的 但是就是菜菜咯 然后住在屋外的 然后之前我第一 养第一只的时候呢 就是我自己本身要养的 就我觉得我的经济方面啊 时间能力等等 我觉得我可以自己照顾一只狗狗 然后就养了第一只狗狗 然后那时候呢 其实我带他回家的时候 头几天已经有看到有一点情况 但是那时候是非常的心 什么都不会 然后就是唯一能问的人 就是那个宠物店的老板 可是很不幸就是第三天 他就去世了 所以那时候也是哭到很惨啊 因为虽然就是可能没有养狗的人 会不明白 就觉得说三天有什么好哭的 可是真的 我们把狗狗带回来的那一天 就是给了他一百两百分的爱了的 然后就是忽然间这样子收回去 所以那时候 这个事情带给我蛮大的阴影啦 然后后来我才开始养SIMBA咯 然后SIMBA小时候也是有皮肤的问题 然后蛮严重的 大概花了差不多半年这样子才康复 然后又有发现他的脚有不好 这个是天生的啦 所以变成说我就觉得我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之前那个很不好的经验是狗狗真的是死掉 不是说不健康而已 所以是蛮蛮严重啦 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 不可以在这样子的方式来养 好像边养边学啊 边看啊 看情况啊这种 所以我就不想要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所以我就会去上很多课程 然后就是希望能够真的知道怎么样去照顾狗狗 然后令他们健康了 Viki Viki我想问一下 其实你这些多种不同背景的一些课程 那哪一个课程对你来讲是比较吃力 或者是比较花更多 比较长时间去完成这个课程的 这样子肯定是那个专业文凭的咯 因为那个是真的是有考试的 然后有考试 然后就是有assignment这样子 然后就是等于说老师会改你的功课 所以如果let's say你真是不了解 或者你达到不好 是可以不及格的啦 所以可能那个就是真的 所以我有一半的时间 我要就是很专注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还在考另外一个也是一样的模式咯 也是有考试制度的啦 然后如果你整个分数是达不到的话 是不能毕业的 是需要重考啦 像你觉得你学了这个东西过后 对不对 你觉得就是有没有就在你狗狗身上啊 还是你帮助的那些狗狗 你觉得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在学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去上一些 好像比如dog training的那一种 就是可能带着狗狗啊 然后其实我上过三种模式啦 一种就是一group的 所有人都带着自己的狗狗 一group一起学习 然后我也有上过那种 就是把狗狗送给他的 就放在他那边 然后又有那种就是一对一的那一种 可是后来我都会发现 就是比如像我的狗狗辛巴 他小时候也是会有那种一直飞啊 然后可能带他去散步 他会一直冲啊 也是有这种的问题 可是往往我会觉得好像那个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是有结合就是在健康方面 然后在这个训练的方面 就是有我自己的一套啦 然后去教我的学生 然后当然我技术的狗狗 我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我其实蛮开心的 就是我很多学生 他们是上完课 甚至因为我课程是两天嘛 有的时候day one 他如果勤劳 他晚上就去做 他就立刻看到效果了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真的可以用在很多狗狗的身上 去帮助他们 我想问你一下 比如说一般上我们好像比较可能 我比较比较传统的教导方式 就是他们都会觉得可能用一些严厉 骂打的方式来教狗狗 好像他们都是走那一套的 但是因为现代人来讲 好像都是以一些 比如说跟他互动 跟他交流鼓励的方式去跟他配合这样子啦 那你觉得两个的教导方式 你比较比较哪一个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我本身 我是不鼓励用打的 然后也不鼓励用惩罚 不是因为说我们很爱他 我们不能打他 而是说你打都没有用 你打来做什么 就是你打了他也没有解决 你打了他也没有学到 那你为什么要打呢 而且就是因为你打了惩罚过后 还会令到狗狗对你的信任度有改变 会影响你之后要照顾他的东西 比如捡指甲这种东西 所以但是另外一方面 因为刚才你讲就是两个 然后有一个是比较 等于说比较不打 比较不打的那种方式 比较像现在的父母 可是我觉得到最后应该是一个中间 我们也不可以太腻 我们也不能说直接拿来打 其实最重要在教导狗狗的时候 我们是要跟狗狗知道 我现在不开心 就是你做这个行为 你令我不开心 或者你做了这个行为 你令我很开心 其实这个是我们要告诉狗狗的东西 而不是在告诉他什么是对跟错 因为狗狗是在他世界里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而且每一个人的对错都不一样 有一些人是在外面小便 有一些在屋子里面小便 所以是这个是没有standard的 所以我们其实主要跟狗狗沟通的东西 就是你做了这个东西 你令我很开心 狗狗很爱主人 他很想我们开心 他就会不断去做这个东西 令我们开心 所以我的方式都是正向教导 就是鼓励他们一直做这样子的东西 鼓励他们做事 就是说好像如果他做对一个东西 就是你会一直称赞他 还是你会给他东西吃 这样子的意思 是不是这样子讲 对对对 都需要了 你需要给狗狗知道说 这件事情令你很开心 可能是一些语气 狗狗也是会听到的 然后当然一些他喜欢的东西 比如零食这种 也是会令到狗狗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令你开心的 但是当然也不能说太过 因为零食其实是他开心 不是你开心吗 在这个整个教导过程中 我们不可以讲说 我们一开始用这样子的方法 我们以后永远 我们都用这样子的方法 因为狗狗学习程度会增加的 你不可能教一年级的小学生 还在写ABC的 所以根据狗狗学习程度 其实你要一直去编你的教导方式 那狗狗也会很享受 这个学习的过程 真的 我是觉得Vicky讲的 其实我们跟狗狗相处的时候 最主要是有一个真诚的交流 其实狗狗他们都感受到的 那现在海带线上的观众 或者听众们 如果有一些问题想要问Vicky的 欢迎你可以留在 在脸书那边留言 如果有时间的话 Vicky也会跟你们分享 跟你们他的自己前面 Vicky讲我想问一下 刚才你有讲了吗 你有两只狗狗 一只狗狗是从小养到大的 另外一只是领养成年犬 但其实可以分享这两只狗狗身上 你看到他们的行为的问题吗 我觉得就是像Simba 它是从小养到大 那么我们在教导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不需要太过去注重信任 因为他对你一定有信任的 因为他跟你一起长大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进入教导 教导的东西 就是可能你家里的一些规矩 那你上次说 然后散步应该是一个 怎样的一个情况 都是你想要他 做到的一些东西 可是当我领养Nana的时候 我就不可以用一模一样的方式 因为Nana她是一个成全 狗狗也是有她自己的性格的 所以她过了一岁 一岁以上我们就是讲成全了 所以她的性格可以讲 就是差不多定下来了 所以她除了有自己性格 然后她也会有她的背景 就是她背景会影响她 因为Nana是一个浪浪 所以浪浪她对人的感觉 跟态度又会不一样 所以我领养Nana回来的时候 其实主要在建立的东西 是建立信任 不是在教导东西 不是说做对做错这种 就是要让她相信我 让她改变说 对人类的感觉 因为她以前是浪浪 所以当我们是成全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估这只狗狗的性格 然后这个狗狗的背景 如果就算她今天不是一只浪浪 她之前的主人 到底是怎样跟她相处 也会影响她现在跟你相处的方式的 所以你用多久的时间 你用多久的时间来教导Nana 就是让她信任你 其实Nana我跟她是 不算是带回来的时候才认识 因为我是在街上喂她 所以其实我在街上喂了她半年的 然后她已经知道她叫Nana了的 因为我喂浪浪的方式都是我会帮她们取名字 因为方便我叫她来吃饭 所以Nana她就在街上 她已经知道我叫她这个名字 她也认得我的车身了的 然后我来她也知道就是吃饭这种 可是是不可以摸到她的 然后后来她来到我家的时候 是可以摸 但是她没有很enjoy的 你就看得出她真的是很怕很怕很怕的那一种 然后一开始她也是要逃跑的 就是要跑回去那条街 所以我应该是差不多头一个月了 她就已经愿意吃我手上的食物了 然后教她她也会过来这样子 就她已经不会说真的要跑回去之前的 那个街上这样子了 因为我跟小鱼 其实我们本来都有两个一只狗狗 我们中途也是有领养的其他狗狗 所以那个感觉其实就是跟阿Vicky讲的就是一样 就是跟第一只狗狗教导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这样子的 真的是要重新开来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小鱼跟我都非常多感动 所以我们真的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来得到 其实我也不算是完全跟她建立好那个关系 还是慢慢在磨合当中这样子 跟第一只狗狗的那个关系是真是有落差的 那个教导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这样子的话 你其实为什么过后会开那个boarding center boarding是因为我2019年就开始有帮助浪浪嘛 其实为什么会开始帮助浪浪 也是因为因为我一直在学嘛 一直想要就是知道怎样更好照顾狗狗 所以我也是跟就是大部分的人一样咯 就是join group咯 这里join那里join 然后我就开始发现就是浪浪的问题真的是很可怜啦 然后以前我就是会就是我看Facebook啊 我就会看到哭咯 可是哭完过后我又问自己你哭有什么用 你哭了 然后你的眼泪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就开始就是从我家里开始咯 就是邻居我们有group的嘛 我就开始问他们这只浪浪 就是有没有人味啊 然后这个又洁杂了没有啊 就是这样子去开始啦 然后后来我做越多 其实我做洁杂比较多 因为我会你知道如果我们去喂浪浪哦 会放很大的感情在里面的 因为我喂的第一只浪浪他也是失踪了 然后失踪了就是很浪浪就是凶多吉少咯 通常都是死了这样子啊 所以就是然后又会哭啊这一种 然后我又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后来我就focus做结扎 因为我觉得说结扎我就不用跟他有感情 我载他去医院等下我载他回来 然后又坐下一只这样子哦 所以我就做很多结扎 然后可是结扎就会费用很高啊 因为是要去受益开导嘛 所以后来我就想到 哎我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那我就开boarding 然后这样我就有boarding的fee 然后我就拿这个钱去结扎浪浪哦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有技术的 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是要有个爱心 爱狗狗爱宠物的心才可以重置宠物的这个行业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难 好好地经营下去这样子的 但是其实因为你对狗狗的了解啊 所以就是在这方面让你就是在救援狗狗的时候 会因为其实很多送狗狗来我这边的主人 当然这个我们都是明白啊 我们自己也是有养狗 主人一定是很担心的 尤其如果他的狗狗是很胆小 然后他跟陌生人是不太很容易熟的 所以他们常常会跟我分享 就是说我的狗狗去到新的boarding 他完全不吃 然后他就很担心 或者还有一种呢 就是他的狗狗很凶 我其实这边也是真的有狗狗是带着嘴套来我这边boarding的 然后是我教他可以啦 你可以把他放掉了 主人讲不要先不要先 多一下子才放 就是他也很担心 主人也很担心啦 可是就是我也是用就是我教导学生怎样去照顾的方式 在那几天我是用一样的方式去照顾他们 其实都是ok的 当然我也是会很老实跟主人讲 通常第一天他来到新的环境 如果他真的不吃也还属于正常啦 要给他一点点时间 那我就不会把食物收起来咯 我就会就是先让他去吃啊 就是给他知道说这个地方是安全的 你可以你可以去吃什么这样子 所以通常狗狗来我这边啊 第二天他们就恢复正常了的啦 然后很多时候因为我有send update给主人的嘛 照片啊 video这一种 所以很多时候主人就会reply我 残了啦 我去接他 他应该不认得我了了 他不知道我是谁了 其实他们会玩到很开心啊 嗯 对啦小游现在知道吗 小游现在如果是你去玩的时候 你更担心你的狗狗没有地方去了咯 所以可以放去你那边了啦 他可以帮你看的很好 也可以帮你教的很好啦 而且我这边有一个 我有一个很好的ambassador就是娜娜 因为娜娜是好几喜欢 就是跟新的狗狗玩的 所以基本上我所有boarding的主人的狗狗的朋友 就是娜娜 他就会跟他很好 可是娜娜就是跟主人就不能啊 因为娜娜跟人还是很有那个警惕性嘛 可是他们看我send的video 他们都会看到 他的狗狗的朋友就是娜娜这样子 真的真的 我觉得你娜娜真的是很乖 心法是很乖 你教狗狗的方式真的是 真的是现代人 这样教孩子的方式 跟以前真的以往不一样这样子 那种用爱的教育 对你有没有一些可能照片 或者video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吗 嗯好啊 嗯 好 好我们给一点点时间 给Vicky传达 就是分享一些他的照片啦 嗯 小佑刚才就是有讲到几个point都是 哎就是我们应该要 跟我们的方式可能是有差别是吗 是有落差当然了 我们不是专业 哈哈哈哈 哎这样倒变得 呃 哎他的眼角这里 他是有皮肤病是吗这里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刚刚有讲说 因为啊 Simba他小时候就是有皮肤病的问题嘛 那时候他六个月而已 然后我就开始看到他一直抓 然后那时候也是不会嘛 就跟大部分的主人也是会这样子做 就是说把他剃毛 然后我就把他剃成这样子 就是 嗯 就是剃完全部咯 然后 呃后来剃完全部 我才发现原来比我想象中更严重 然后他就开始 就这个是他嘴巴的部分咯 然后就是一直这样子 呃延伸下去啦 那种呃细菌啊感染啊 然后他眼睛这边也是哦 然后我才看到他整个肚子这些都是 都是红肿啦 所以呃这个是差不多半年呃 维持半年他才真的完全 其实他这样的身上皮肤病的问题 是他本身呃就这个犬肿有这样的问题 还是他女士那边呃有这样的问题呢 呃主要是免疫力 因为其实呃 幼犬啊 他们很多东西是呃可能是 是妈妈传下来的呃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母奶嘛 因为狗妈妈也是会喂奶的嘛 也是会透过这样子呃传染的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他的免疫力低咯 就是他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他就会这样子 其实心巴的这个情况 他这个这个呃蜥菌是叫做Demodex 是一个满虫来的 然后这个满虫是会一直在他皮肤上面的 然后正常的情况下 他是不会好像爆发 这个时候是算爆发了咯 然后但是他不会离开他的 他会一直在他皮肤上 所以只要他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他会重新发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是面对狗狗皮肤病问题的时候 都是反反复复 因为当他免疫力一低的时候他就会回来咯 所以他其实没有跟根本没有好像完全好起来啦 嗯其实这样子的问题就好像刚才你讲那个Demodex的问题 就是你其实怎样把心巴就是他的皮肤的问题怎样把有那个好转 呃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药咯 就是有去看医生然后用药的方式 可是呢我觉得用药也不是一个长期啦 因为第一你用药你不可能永远靠药嘛 然后第二就是他还会反反复复的像我讲 他没有到这么严重可是他会呃就是在他脚那边会忽然他会舔到一个洞 嗯然后没有多久又一个洞常常会这样子呃 所以到最后就是你要make sure就是狗狗他的免疫力要强咯 免疫力就是他的食物啊他的水啊这些所有的等等 然后甚至是他的情绪都会导致他的免疫力下降的 所以这个就是要全方位都是要做好 然后他的健康就会上来了啊OK明白明白 然后这个是嗯这个是nana咯他第一天来到我家的时候 然后他感觉好像很害怕的感觉是吗 这个感觉好像要排测应该是不要开始主人这个新的环境这样子吧 对其实他对我是认识啦 因为我在街上喂了他半年 可是忽然之间你平时来喂我罢了吗 怎么现在把我抓回去可能他是他的OS就是这样子吧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怕咯因为他是流浪的嘛 我怕他会跑回去他以前就是流浪的地方 所以你看我那个绳子我完全不敢放 我就是其实我这个绳子后面还有另外一个绳子 因为我要给他很长嘛 然后我又怕他就是会咬坏呀这种 所以就拉住一个长长的绳子哦 然后他刚刚来的时候他就好像一块石头这样子哦 好像就是现在这样子啊 其实他眼睛是开住的 但是他就是整个好像生无可恋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礼拜后咯 这是他第一次在我家摇尾巴 从照片你可以感觉到他开始渐渐的已经有了笑容 这样子的你看真的照片看得出来感受得到 对对对这个而且他他的前一个晚上他还挖洞 因为我家有草地的嘛 他还就是前天晚上挖洞尝试逃跑了 然后这个就是第二天早上咯 然后我去找他就是他真的第一次在我家摇尾巴咯 这个时候 他终于得到你的信任了 渐渐跟你建立好那个关系的起步 对对对 至少他不会说好像真的生无可恋这样子啊 所以你也看到就是比较开心咯 不然心中也是会觉得说 会不会这个是一个错的决定这样子啊 嗯真的真的这个决定是没有没有错的 把他带回来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这个就是哦 这个是一个video啦 OK给你播放那个video看看 我看一下哈 我应该是要这样子 OK现在有音乐没有画面 OK我share一下 好慢慢来 有了 有了 渐渐有了 OK 但是 你可以把它画面放吧 OK 等一下哈 这个 等一下 哎 怎么这样小的好像 等一下 等一下 可以慢慢来慢慢来 这样子 哦 这样子才对 啊 看到了是吗 嗯 嗯 对 这个就是啊 因为我有经营那个狗狗技术嘛 所以我也是有记录就是我结扎的狗狗咯 然后这个是记录娜娜的啦 因为他也是其中一只我结扎的狗狗嘛 所以这个就是那时候在街上看到他咯 然后你看那时候他也是有皮肤病的 嗯嗯嗯 然后呃他有几只狗狗一起流浪的啊 嗯嗯 这个就是娜娜咯 他们就是 哦 会欺负他这样子啊 就是我就算我给了他们吃 然后他们还是娜娜在吃的时候 他们会骂他这样子 所以变成说我要特地好像要保护他这样子 他才能够吃完咯 嗯 所以就是呃 就是更可怜他啦 然后这个就是后来有抓他的一些记录咯 诶我不可以fast forward的 这些都是你平时的浪浪啊 旧的浪浪 这个我怀疑是娜娜的妈妈啦 她的妈妈就很friendly 然后这个是我们去抓娜娜的第一次 失败咯 然后这个也是败 其实失败了两次的 哦 嗯 然后最后才抓到他 其实是整条街我已经结扎完 剩下才一个啊 哦 所以这个是带他去结扎还是 带他去结扎 后来我才领养他咯 哦 嗯 嗯 嗯 然后他就来了我的家咯 这个就是他挖动过后第一次摇尾巴咯 嗯 嗯 他整个身体很放松的 不像第一次他就是那个当照片这样子真的 的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呃 啊 这个是他第一次吃我手上给他的食物啊 然后这个就是去打针咯 因为我也是有带他去打预防针 嗯 嗯 跟辛巴就是做朋友了啦 哈哈 可以玩在一起了已经 呃 呃 可以fast forward啦 就是这样子哦 这个是nana的呃 呃 记录那时候就是领养他的时候啦 嗯 真的 我觉得那个这个其实真的是从一个陌生到 呃 慢慢得到信任到熟悉整个家里真的是 是需要一个不能快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过程 真的是不能一个不是不能给予一时的一个 一个过程一个一个一个过程 我觉得是需要一起两个两双方一起去配合这个东西的啦 对对对需要给他时间 然后其实你要慢慢去抓那个呃 就是他最大的阴影是什么啦 因为好像nana这样子 其实他最大的阴影是他吃饭 所以他是那一种就是他吃饭的时候 然后如果你站在他旁边他是不吃的 因为我相信可能他流浪的时候 常常吃饭的时候被人欺负啦 呃 所以就是这个你要呃给他慢慢去习惯咯 然后现在他就比较ok了的 就是我把食物放下来他还是会吃 以前是不可以啊 他只要看到你他就是不吃 嗯 嗯 你是觉得Vicky真的是给了nana一个完美的一个家啊 这样子给了一个温暖 他不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流浪狗 诶这样子Vicky我想问你一下哦 你在你心中你认为一只健康快乐的狗狗应该是怎样的呢 嗯 其实很多主人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呃 只要我给他最好的食物 然后很多主人都非常注重饮食的 因为很多学生都会在这方面他们很很多问题要问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可是对我来讲说其实除了食物以外呢 你要顾好他的情绪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狗狗他是常常很胆小的 或者他没有自信心 害怕的时候他会挖地上啊 或者他会乱飞啊 其实这种所有都是情绪上的一些问题 往往很多时候我主人是可以 呃 因为我们会问学生的嘛 你经历的问题多久 可以是一个两年三年 可是主人都没有去解决的 所以呃我相信的东西就是说 你需要有健康 他才会快乐 他快乐他才会健康 你不可能哦 每天吃很好料 但是每天在哭的那个人 那你会健康绝对不会的 所以其实狗狗也是一样 所以除了吃啊 这些基本的东西要顾好的 还有他的情绪哦 还有压力这一种哦 就是各方面啊 我有问题要答 我有问题问他人那个 你想让我拉动这样子哦 老师老师我想问一下 我的狗狗这样挖动这个哦 这个动作其实代表什么呢 其实 ok 他什么时候挖呢 你是很常看到 其實他通常是开心的时候 他是挖沙发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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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挖挖挖挖挖uckyD 它好像是不是在一种 很不开心的时候 踩来挖洞 它是开心踩来挖这样子 当然是开心就不开心 其实 当然狗狗的 情况 它的行为 我常常也是会跟我的学生讲说 狗狗不是一家机器 我们不可以 有问题拿一个说明书出来先 看看把这个sphere park换进去 我们是不可以这样子做 因为它是一个活的 所以刚才我就会问你 它什么时候挖 因为这个东西是会影响 我们要找出原因 那么通常狗狗 以前的时候 它们是生活在野外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看到它要挖一个洞 它要在洞里面 这个东西是给它安全感 然后我们很常 还有看到一种狗狗生baby 也是会挖洞的 它需要一个洞 给它这个安全感 那么刚才杨虫头就讲说 不觉得它好像要安全感吗 为什么还是会这样子挖呢 有时候可能你要去检查它的脚底 因为如果它的指甲很长 它不舒服 它也会做这个动作 或者它脚底可能 可能会有寄生虫 什么东西 弄到它很痒 它也会有这个动作的 所以到最后你要去看到底是什么发生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不可以就是一个问题就是统一的答案 你知道他现在挖洞的时候我看他挖洞你知道我怎样吗 我也在旁边一直跟他一起挖 一直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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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跟他之前的互动 他挖是翻身很开心 然后我也翻身 这样子就是我跟他一起的互动 所以可能我比较另外 但是他说说这都是OK 可能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互动玩乐的方式吧 可能还有一种他会挖他的床 他会挖他的床 因为以前他生活在野外的时候 因为地都是不平的嘛 所以他会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要挖 然后我要把它弄平 转圈 他再躺下来 所以很多时候他也会挖他的床 所以如果他挖你的沙发 应该他也是常常在沙发上面睡 对吗 有耶 他挖我的床 挖我的沙发 我的椅子 满家都给他挖 他在家也是自由的 就是全部都是他的范围 他的区域这样子 对就是他睡觉的地方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玩 然后一起睡 这样子 好小油 OK其实Vicky我想要问你 你叫这样多只狗狗的主人 解决他们的那些问题 其实你觉得让你最难忘 还是你觉得最特别的那种case 是怎么样的呢 我有其中一个学生 我对他真的是蛮深刻 应该这样讲 因为他是非常非常孝顺的一个妈妈 他是有两个孩子 孩子是双胞胎来的 然后他也正在照顾一个70多岁的妈妈 然后他们一起住 那么他狗狗就发生那个情况 就是说他有咬的情况 然后因为他狗狗也是超超刚好 然后你知道小小小的时候是很可爱的吗 小小子 就全家人都不怕 可是狗狗会长大 就越长越大的时候 他咬真的是咬到流血 真的咬到瑜伽这样子 所以他就就是他很怕 他很怕就是狗狗会伤害他的家人 如果任何一个人跟他说 你不能再养了 因为他影响到家人的安全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也不想要就是说 就是把狗狗丢掉这样子了 所以后来他就来上课了 然后后来他上课过后 我经过他改了 我教他的一些方式 然后怎样去照顾 怎样去教导过后 现在狗狗是完全是OK了的 就是跟他的儿子也是很好的相处 然后甚至他妈妈都可以给指令狗狗 就是叫他see 叫他stay 然后他妈妈还会问他 这是什么话来的 是不是狗话来的 怎么会讲自己狗话的 然后他就跟他妈妈讲 这不是狗话 这是英文来的 这样子 连妈妈也是可以做到 然后他6岁的孩子也是可以做到 而且他的第二个儿子 还是本来怕狗的 就是本来小子的时候怕不怕 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的儿子其实很怕 很怕狗狗了 可是后来 他也可以跟他相处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说 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尽早去解决 就是会很快你就看到那个改变了的 但是你越拖越久的话 你一定是需要花更长的时间 因为狗狗也需要时间去改变 对 我想问一下 其实一般上主人饲养 从我有几个盲点 你可以举例一下 其实这些盲点 一般上主人是什么 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说狗狗在家里走来走去 或者家里面有很大的草地 可以给他跑 可以给他运动 就不用再出去散步了 有一些狗主人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 因为其实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 狗狗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他会看到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狗 然后跟在家里面走来走去 是不一样的感觉来的 所以很多主人会有这一种的想法 觉得说不需要 然后还有一种常常会发生的 就是狗狗挑食 因为我常常会跟我的学生讲的 狗狗会不会讲话 他们都会推答我 不会咯 对吗 狗狗是不会讲话 但是只要你上了我的课 你就会发现原来狗狗会讲话的 只是你不会听 你不会看而已 那么它其中一个语言 就是食物 因为狗狗是通常它是都会吃的 但是如果今天它不吃 一定是因为它生病了 一定是有一些问题出现 它正在告诉你我不舒服 可是如果今天这只狗狗 它一直以来都是挑食的 那惨了咯 如果今天真的是生病 你也不知道到底它挑食 还是它生病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去忽略 就是不要去剪掉这一种狗狗 给我们的语言 如果你不去解决 你就少了一个语言 可能当你发现它生病 是一个礼拜后 别人一天就发现了 这样子了 这是真的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狗狗 我相信狗狗它会说话的 这个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当你跟它相处 我觉得你之间建立了一个感情 它给你一个signal 你是可以感受得到这样子的 是 尤其是生病了我觉得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生病 我们都是希望就是赶快去看医生 就是抓住那个黄金时间 就是不要给它越来越严重 因为很多case也是说 因为主人太迟发现 所以到发现的时候都是很严重了 所以很多都是我们在照顾方面 我们都有很多的方式去知道 其实现在它身体是出状况了 even though你看到它 还能吃 还能跑 还能睡 好像没有事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小小的细节 只要你知道怎样去看的话 你就会是最快发现狗狗生病的那一个人 我非常认同于你刚才第一个讲的就是狗狗 主人持养的盲点 就是很多时候 他们真是觉得在家里又有一个空间 有一个范围 他们就是已经足够那个空间 活动空间 其实真的是不够的 其实他们真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去跟外界交流 不管是人也好 狗也好 我觉得这个互动 可以让他们更加 所谓的有教养 因为有时候很多一些狗狗 你看到去到外面 然后真的是一直叫 一直叫 但是有没有反而一些狗狗 常常去跟外界接触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稳定 然后看到就非常 稳定这样子 所以可能看到其他的也会非常 friendly 也不会乱飞叫这样子的 其实各方面的效率都很重要 对对对 我其实一天再忙的好 其实我们真的是 好像我自己住一些牌屋的 我都会带我狗狗去遛狗 四次真的是 一次都没有减少过 我每一天都带牢屋去外面 走走 至少五分钟也好 四分钟也好 都是一个散步 对对对对 这样我想要问 我想要问说 其实现在很多主人 都以人的角度来饲养狗狗 对不对 你觉得我们以这种角度来 看狗狗 还是饲养狗狗 你觉得我们会不会好像 会忽略了 还是误会了什么东西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误会 就是摇尾巴 因为很多主人 甚至没有养狗的人 都会讲说 只要他摇尾巴 他就是很开心 他就是friendly 你现在就可以摸他了 但是有一些狗狗咬人的时候 也在摇尾巴的 因为咬人的东西 对他来讲是一个游戏 他现在很开心 他现在很兴奋 所以他也是会摇尾巴 所以不要硬昧的以为 就是摇尾巴就是很开心 很friendly这样子 然后还有的就是 狗狗也是会有压力 然后有一些主人会觉得说 狗狗他越连我越好 他们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但是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某程度上 是会害了狗狗的 因为我们始终都不可能 24小时陪着他的 然后有很多人 又是在这个MCO期间养狗 然后狗狗没有看过你出门的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原来你要去做工的 到有一天我们开放 你要回去做工 他就惨了 所以我们始终都是会要出去的 然后就算你是过防风也好 可能你也会出国 你会需要带他去计数 然后就是最严重的情况 就是他要住院 这个是没有的选了的 那么很多时候狗狗 如果他没有学习独立的话 那时候就会 主人就变成临时抱佛脚了 你那时候在教 还是已经很难了 然后一方面他又生病 然后他又一直在那个笼里面 乱跳乱教不休息 然后反而就是主人 就是心痛 就是痛向家痛 然后他也会更难去扛复 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个东西 这个问题已经困了我 老师 我的狗狗 我已经我的狗狗非常的连 是我宠坏的 就是 但是上就是我出门 他就会开始焦虑了 然后小游也知道了 不管我去哪里都好 他都开始一直转圈 开始填写 瘦瘦小脚这样子 我也试过很多方法了 我开 可能出门的时候 我也试过开音乐给他贴 让他安抵他 可能我离开之前 也可能放了我身上 可能我穿的衣服 我熟悉我的味道 给他 他都不行 所以这个问题 已经困了我十年 但是依然是这样子 所以我只能早去早回 尽量不要去太久 然后早点回来 这样子 然后邻居 邻居恐怖人 所以一直道歉道歉 sorrysorry 那就好了 没有办法 所以你狗狗是十岁了 对 已经十岁了 所以我也不会太过 对他有什么要求 我就让他舒服就好了 这样子 我就调整自己 那一方面就好了 这个of course 我不是要吓你 洋葱头 可是有的时候 我会比较担心的东西 就是说当狗狗他老了 因为很多时候 当狗狗老了的时候 他们会有白内障 然后可能耳朵 听力也不好 脚又不好 所以很多时候 狗狗老了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问 这我狗狗现在每次哭 一直哭 因为他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变成说 我会觉得说 即使你狗狗今年是十岁了 我觉得还是要 就是想办法怎样去帮助他 因为不要等到说 他到了那个地步 他眼睛 耳朵 这些都不好的时候 就是会变成 刚刚我讲了 就变成零食抱佛脚 现在都没有办法能够做什么东西 到那时候他会更痛苦 惊啊 你可能没有吓我 你已经吓到我了 我已经吓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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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又知道了 我现在又知道了 他就不能讲了 我现在又问到我了 我现在就问你了 到时候你才懂是吗 我现在就要立刻把他抓来 抱一手 我想问一下 其实要怎样养出一只健康快乐的狗呢 比如说因为狗狗有分幽犬 成年犬跟热灵犬 那这个三个阶段来 主人应该怎样做呢 其实幽犬跟年老狗狗 有一曲同工之妙 因为幽犬跟年老的狗狗 都会蛮常生病的 然后幽犬刚才我有讲 可能是遗传 然后可能是母体喂奶的时候传染的 所以很多幽犬它是常常会生病 所以这个要非常非常注意 然后不要说 它已经有生病的症状出来 然后你还看你还观察 那些很常会发生会致命的东西 然后连老狗狗就好像我刚才讲 它就会有老年的一些症状 就是如果你能的话 最好就是家里的东西尽量就是不要动了 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帮助它更有安全感的 因为你常常就是把东西移来移去 这里忽然间又剁了一张椅子 什么这种其实都是会影响它们的 所以年老狗狗也是会常生病 所以也是要非常注意的一个东西 然后如果是成年的时候 其实成年的时候是可以讲说 主人应该是最享受的一个阶段 因为它蛮稳定的 无论是情绪上健康上都是蛮稳定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一点去做 比如帮助狗狗增加信心的东西 帮助他接触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他的性格上 如果他的性格上真的是有一些 好像刚刚杨丛丛有讲说 他很连人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最好的阶段 你要去开始去帮助他 让他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一些东西 所以每一个阶段的时候 都会遇到不一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都不需要去跟住他一起去成长 只要你停下来的时候 那到他老的时候 你就会辞了那时候 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洋葱头 我们的狗都不年轻 我不想参与你这个话题 我不想参与你这个讲这个话 其实我的狗狗和小鱼狗狗 都是已经迈入了另外一个年龄的阶段 但是你都知道的 主人都是想去谈这一块 然后尽量不谈 就是不谈这样子的 好 小鱼你先问一下 我要看一下我如意在哪里 好 我想要问说就是 好像想说 有没有这样子 就是那种很传统说法 说小型犬会比较容易教 大型犬会比较麻烦一点 还是会不会 也会 我知道应该也会有人这样子 可能 那个 民主国会比较聪明 然后菜菜会比较普通一点 这样子 你觉得这个说法是怎么样 我先抗议先 我先抗议先 我看到有人来抗议 他不是民主犬 他是混血的 他一样乖一样聪明 我要先反驳这个东西先 我一定是民犬才会乖好不好 我常常会跟我的 我常常都会讲一句话 没有教不会的狗狗 只有不会教的主人 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 我常常会看到很多小型犬 他们会比较多问题 比如那种问题就是说 他不会定点大小便 可能他到五六岁的时候 他还包bampus的 或者说小型犬 他会有咬主人的情况 这个不是因为小型犬的问题 是因为主人会觉得说 这个问题很小 乱乱小便不是这样小 我养大狗的 我也是知道 然后如果小型犬咬主人的话 最多不是痛你一下 但是大群犬不同 哇一大滩尿尿啊 便便啊 那个不得了啊 你那些物质 然后咬人的话 真的会去缝针的 不是开玩笑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是大型犬的主人 他们很快就会alarm 他们很快就会说 不能不能 我一定要去做一点东西 不能这样子下去 因为他是一个大型的狗狗 反而小型犬的主人 就是会不要紧啦 不要紧因为他小嘛 但是其实所有的狗狗 都是一样的 他们需要的东西 然后你照顾他们啊 教导方式啊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其实不一样的是主人而已啦 嗯 真的 所以呢 要先教好主人先 再把 要教狗狗吧 那其实呢 到了 我们回到了节目 我以前 那其实 Vicky啊 你有一些什么忠告 是要给一些主人们的吗 嗯 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狗狗真的是 非常非常忠心的 然后在他眼里 你就是他的全世界 所以 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都好 其实都有方法去解决的 只要你不放弃 然后我希望大家 不要把弃养 当做一个方式 因为只要你把他丢出去 因为他是你从小养到大的 他绝对没有办法 自己去照顾自己 所以当你弃养他的时候 也等于送他去死 所以不要去轻易做这样子的决定 因为真的是会影响他 然后如果你是正在考虑养狗的人 你真的要三思想清楚 因为狗狗不是一个玩具 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然后 而且这个committment是10年15年的 你不能说你养养下 不能不要养 那怎么办 你要想一下你10到15年的人生 有什么改变 你能不能把狗狗 一直带在你的身边 如果可以 你才去养 真的 我们跟观众有一个问题 好 小游你先 还留一点时间给来 观众发问的问题 来 小游你妹妹看有什么问题 他讲说 他问Vicky说 林亚娜娜娜的时候 娜娜的是成全了吗 然后 怎样让他们两性把娜娜 彼此认识跟接受 对娜娜是成全 因为我带过他去看医生 不同的医生 讲不同的年龄 两岁三岁五岁都有 不知道这么越讲越老 然后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立刻给他们 接触还有认识 因为像我说娜娜她是成全的时候 其实她 我这边是不是有一点回应 是不是有一点小回应 现在还有吗 现在好一点 OK 因为我有听到我自己讲话 好像娜娜她刚刚来的时候 像我说 就是建立信任 然后你要想她是一个浪浪 她根本没有住过一间家 然后她根本没有给人 管过 自由对她来讲是很宝贵的 所以她要接触一个新的家 新的食物 可能新的环境 新的人 我就是新的人 然后你还要她接触一个新的狗 这个时候 她是太多东西要去接触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注重在建立她跟我的关系 然后她跟辛巴 她是他们彼此是知道大家的存在的 但是他们没有一起玩 就是她透过一个 我家里刚好有一个玻璃门 我就是一边放一个 他们一直都看到大家 但是他们接触不到 直到我觉得说 娜娜她的信心也OK了 回来了 然后我才带他们一起活动 去散步 一起玩等等 然后他们就接受大家 然后现在已经是非常好的朋友了的 真的是需要经过一些 就是这样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 这样子刚刚讲的 这样子了 对对对 因为刚刚娜娜来的时候 她连就是散步 她也不要去的 就是只要你把神绑起来 你要拉她走 她也不要走的 她就是不要动 她就是不想离开 不想做任何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都不太适合了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 因为有一些主人会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让狗狗教狗狗 就是她自己本身狗狗 去教这个新来的狗狗 这个我是不建议的 因为最后养狗的人 还是你自己 不是你家里那只狗 好了 谢谢Vicky 你跟我们讲了这样多 她过去一些经验 谢谢你今天抽空 也跟我们iLab 所有的观众听众们 分享了你这样多 真实的经历 下次其实如果更多单元的话 我希望你跟我们起来 做嘉宾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你们的时间 谢谢Vicky的分享 真的 我觉得今天Vicky 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 当然Vicky是有自己的 线上一些课程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去PM她的 一些脸书专业 Vicky你的脸书专业是什么 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 观众们讲一讲吗 就是Dog Talk with Vicky 所以找这个名字 它就出现了你的专业对吗 对对对 我现在可以打在下面 对对你可以打在下面 这样子 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 或者观众们 你们可以去前往一些 PM她们了解 如何跟你狗狗相处 如何得到更专业的一些知识 这样子 那如果也是喜欢 我们的宠物单元的话 欢迎你定时守候的 iLab Post 我们会不断 不间断的更新 不同的宠物单元 好啦 我们到了尾声 我们一起跟 iLab Post的朋友们 说再见啦 拜拜 by bwd6